你怎么能做到我的生活 基本上是在公众的视线之外的 怎么样确保自己 我谈恋爱不谈恋爱 你们都不知道 不说就可以了 如果谈了 当然知道就知道 但是真的是蛮久没谈的 五年以上 也有谈得来的 但是是圈外的 但是后来也因为工作 就没办法 所以你说要被拍到什么 那他们真的拍不到什么 他们每次拍到我妈的背影 然后说谁谁谁 我妈都觉得说 你不要老旅行带着我 我说我也没人带 因为我们一拍戏 每次我就想说拍完戏 赶快找一个 时间哪有那么好的机会就卸垢 或者说就碰到一个 但是你要透过相亲 这个又觉得太老土了吧 有一点我相信 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他的排序当中 不是情感永远都排在第一位的 对对对 可能对你来说 比如我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我的事业排在前边 我的家人排在前边 我是 甚至我的健身排在前边 所以情感可能 健身 就是说如果有女孩子 有女朋友 当然健身可以排在他后面 开玩笑 我事业算是在最前面 因为就像我讲的 我的不安全感 而且我其实本来就没有 很多的别的工作 我其实就是拍戏 所以我觉得戏对我来讲 是最重要的 我一定要有最好的状态 去拍一个戏 感情这个是不是必须要的 这个我一直是个问号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 我是担心家庭 我父母离婚 所以我对于女性来讲说 如果今天我真的喜欢一个女孩子 然后我后来伤了对方的心 或是怎么样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会不会像我父亲一样 我从来以前没有想过这个 是直到我拍这个第一炉香的时候 因为我演一个乔七乔的角色 我在演的时候 解读他的时候 一直解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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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读跟导演讨论 解读完以后发现 导演你说 你怎么会想到这一点 我说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在想说 是不是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在看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觉得 我觉得我可以演演看 因为那个角色是一个花花公子 会不会花心的人 但他其实是害怕 commitment 所以我在想说 我会不会某种程度上 也害怕这个 commitment 如果今天能完全投入了 那最后 到要 commit的时候 我不敢 我只是在想 但是因为这些想都在脑子里面 根本没有发生过 但曾经有过 后来就不是一个 happy ending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 也不是特别了解自己